戏是越改越好 这是梅兰峰大师说的 他京续他当初在做的 说是戏是越改越好 所以他边演边改边改边演 所以他到后来变得很精华 他这个戏我觉得挺有意思 咱们看话剧 其实有一个看点 是这个话剧结束了 谢沐的时候往往是个看点 我觉得那演员得多满足 李导演性情中人 我算是看出来了 那天谢沐的时候 他哭了 你说我一看 我是这个也不年轻的 这么一个人这么容易动感情呢 他整个架构的 那个文员看了知道 他很像相声 他前面的很正 正气 他其实都在铺垫 然后一路撒线索 布线 布到后来就抖包袱 三番四抖 越抖越大 越抖越大 上半上演完 观众已经笑着前仰后合了 下半上演完 很多观众私底下 跟我们不同朋友抱怨说 他腰闪到了 操了尖了 那现在讲谢沐 这个谢沐呢 因为在戏里面呢 我那个明示暗示都说 希望观众看到 一出好看的一个戏 对明示暗示 都是说导演最大的希望 就是观众起力鼓掌 三十分钟不退场 我真的说的 对 我觉得观众之所以 那么热烈 也跟这个暗示有关 要不然觉得对不住他 但是我觉得观众 得到很大的满足 所以在谢沐的时候 等我上台的时候 我看到的场景啊 当场泪流雨下 是因为观众 真的起力鼓掌 两层楼解放情歌剧院 一楼起力鼓掌就算了 二楼也起力 全部起力 你说这场景 我怎么能放过 我怎么能不记得 这是这一生当中 我人生的转类点 从这个刻画面开始 太原来哭了 还有就是谢沐长达 八分半钟 哇 这个我们出来乍到的 得到这样的荣耀 这样的肯定 我们太激动了 对 你不看足球啊 你就不知道 你不看足球比赛 你有时候看到 这些足球球员 前锋他进球 进球之后呢 他都会有些庆祝动作 很常见的一个 庆祝动作是什么 他会一下子 整个人用双漆 跪在地上 滑到场边 对着场边 这样子 那个镜头啊 我们在电视上看的时候 你很难把握 就是看 他在看什么 其实他在看观众 是 然后你就看到呢 跟他 有时候 如果你在现场 看足球比赛 你会发现什么 贝克汉姆啊什么 对 他直直望着 其实是观众 而观众也是直直望着 他大家一起做 同一个动作 就是那一刻 就是你进球了 那种满足感 对对 就像这样子 就是一个你的做 他人家都交流了 满足的哭啊 是让人舒服的 对对对 所以我就 他说这个事啊 我觉得倒真可以聊聊哭 是是是 因为我最近啊 也也也 不常哭吗 也努力的哭 但是啊 我很难像他那样 我很难像他那样 只要是有 有在人前 我我没 我哭不出来 咱们也哭不 就像隔着一堵墙似的 但是呢 对我自己 那你要演戏 这个角色 遭遇困难 遭遇挫折 要你哭 你哭得出来吗 演戏 哭不出来 哭不出来 所以说我演不了戏 所以你是个好的主持人 不是个好演员 对 就是我自己在屋里哭 但是我觉得哭 但是我觉得哭很重要 因为我就跟你说吧 曾经有一两年 因为过度工作 这个人变得了无生去之后 真好像是个行尸走肉 没心没肺的行尸走肉 对什么事 无感呢 最近我觉得要减时回来一些人的生活 特征就是 有一天哭了 你很高兴 而且有时候挺有意思 你看这个哭 分两种 挺拧巴的哭 比如说你因为难过的事情 伤心的事情 哭 对吧 哭完了之后头疼 但是比如说 看电影 你哭 这种幸福的哭 满足的哭 这种哭 哭完之后痛快 就说眼泪也跟排毒似的 就清洗了心灵那种感觉 李导演对哭也很有研究 我不是研究 其实我这几年提倡运动 叫流眼泪运动 我们现代人在面对工作而赚钱 钱要存下来 钱是万能的 眼泪不要存 今天在社会工作上 我们压力太大了 但是大家因为耳有泪不轻盘 我坚决反对这句话 我从小看我爸就爱哭 性情中人 家里来个客人 他请客 客人要走 他不舍 难过 你不用灰气 山东人 你不用灰气 你不用灰气 就哭 从小我爸性情中人 我爸是一个灰洒 一个自在的人 所以你也遗传 我就爱哭 看到一种生离死别 或离别这种情境 我就不舍 当场就掉眼泪 那么一点都不隐藏自己感情 真的 所以在这时候我就有一套观念 这六点的东西 我们先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观众 当你进入剧场或电影院看戏的时候呢 这个容炼真给我的影响 你要我这个问题 你八个答案 你填一个 一 我是一个感性的观众 二 我是一个理性的观众 三 我想我是一个感性的观众 四 我觉得我是一个理性的观众 五 乱七八糟 我是一个一会儿感性的观众 六 我是一个一半理性一半感性的观众 七 我不知道 八 答案是空白 你自己填 你选哪一个 我觉得是感性和理性 一会儿一会儿的吧 一会儿一会儿的 那你还有救 怎么还有救 就是说 最起码你还有感性能力 有些人他会选二 我是一个理性的观众 或者选四 我觉得我是一个理性观众 那当你选 我是一个理性观众 是我们谈观念 当概念上 你如果看千里走单气 这张电影 或者说看洛伊归根 这张电影 他坚决不哭 坚决不哭 在不哭的过程里面 他非常理性 就理性 那我要谈 当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就表示他压抑他的感性 当他压抑感性 那么我的问题就是说 他很久不哭 任何事情 有任何失败都不哭 当他不哭的时候 如果一个非常理性人 如果他是你的朋友 在你身边的话 你会发现他脾气 有个部分叫做非理性 很容易暴怒 这种人很容易暴怒 对对对 而且这个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 是理性 我就是这种 一直不了解 你一整天在修道院里 你哭吗 那我不哭的 你从来不哭 我很少很少 而且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看戏就是理性 到一个什么地方 你要看剧评吗 对 我就现在不写了 为什么呢 就有一阵子 我写剧评 觉得自己变态了 因为我写剧评 写影评 我开始培养 用什么习惯 你知道吗 我戴表进剧场 戴一个马表 比如说看电影 我就看 这个镜头用了几分钟 这个长镜头 用了几分钟 然后刚刚这段戏 他的这段音乐 是出了多少 我会连这个都记录下来 然后我写剧评的时候 说这个导演 为什么他这个地方 这个音乐用那么长 怎么样怎么样 就到最后我发现 怎么旁边人都笑的那么开心 旁边人都那么难过 他们为什么笑 他们为什么难过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很变态 我看你 你才是行尸走肉 我就太行尸走肉 而且哭 我觉得是个人的东西 占了很大的成分 有的时候不见得 是因为你看的东西 有多好 你比如说我试过一次 有一次你要没睡好 或者是晕晕乎乎的 你能到哪种程度 比如说疯狂的石头 有个喜剧片 他们都说都好笑 可是我跟你讲老实话 我站在电影院 我不知道周围人在干什么 我说这有什么好笑的 从头到尾 但是后来我知道 是因为你当时的状态 反过来说 没体力 有的时候哭 你比如说最近演那蜘蛛侠 按说好莱坞就有大片 你也哭 你理性 我跟你说 我还迟到了 我的电影 他们说头十分钟 太错过了 不是 咱们看一个 看什么东西 要看的 比如说好莱坞大片 咱看什么 看特戏 看电脑 所以我说迟到就迟到 也去看吧 没想到就哭了 我跟你分析这个状态 你跟别人都相反 是因为 是因为此前几天 你可能因为外界的一些事情 心情一直激遇 然后呢 跟音乐有关系 你在电影院 那种排山倒海的那种 美国电影的声浪 那种音乐的声音 然后呢 这个电影 其实情节很简单 对吧 但是最后 你看到就是说 人永远可以有选择 好莱坞电影 就是政治正确 道德正确 就是说人可以有选择 你永远可以选择 做个好人 那几天呢 这外界的事 正是我觉得 我自己选择做了个好人 可是心里特难受 你知道吗 所以一看到这个 自己在电影院 哭哭 就哭过去了 别人又没哭吧 一个人哭了 别人我 又没哭吧 旁边的人不觉得 这人在干啥 但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这种哭 就不是因为难受的事 哭 出了电影院 觉得像个婴儿一样 好了好了 舒服 就是他这个理论 李老师说 我在不到点的地方哭了 就跟那个叫好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叫 所以我今天感觉是说 我碰了两个变态的主持人 一个文言 那哭点全错了 一个是坚持不哭的文道 那文道是有任务的 你这个呢 我给你分析一下 我做戏这么多年 我说观众 为什么在看戏的时候 他有三种态度交叉发生 一参与 二投入 三投射 所谓参与 就是他看戏的时候 他有参与感 他跟他什么关系 他知道这个情形 怎么流动 很参与感 投入是说 他在看戏的时候 与角色同喜 与角色同悲 他这个是同理心的人 所以比如说你刚看那个疯狂势头 旁边为什么笑成那样 因为他们投入 非常投入 对 这样的一个情境 那么那天我头疼 你是处理的 那头是你头疼 这周围这帮人有病吗 他们没病 是你你头疼 我有病 那后来蜘蛛侠 你不道歉 那个哭叫人家是投射 投射就是说 当我们在一个地方喝咖啡 一个音乐一响 那音乐 比方说是某天某天某天 一听你哭了 心里想起你失恋那一天 所以他勾到你了 建峰罗列 我跟你说 我还有一种生理的哭 我喜欢哭 我跟他一样 就是我整天想要哭 我有时候甚至哭 做做到一什么程度 我利用生理节律 有没有 就是说比如说 中午起床的时候 没刷牙没洗脸 眼睛还这么糊 那时候 那时候我躺在床上 特别联系我自个人 你知道吗 电视上不管演一个 再拙劣的 再拙劣的一个什么戏 稍微有点情节 我就看到刘雪华又哭了 然后你又哭了 那你可以天天哭 每天他都在哭 其实你可以是好演员 你是不敢演戏 还是不够专业 但这个分析 修持心太长了 我觉得这分别很大 你那种是你在人前哭 对 你这种是不在人前哭 我觉得这分别是很大的 因为你在人前哭 是你把你整个人抛出来了 我觉得 对对对 但你这种 你觉得是很压抑的 拿出来 李导演是 我说我们一家都爱哭 我太太叫王岳 那么内地人对我太熟悉 她是雷花园山菜妈 我是她老公 对对对 这样大家拉近 我太爱O型母羊座 特爱哭 所以她看电视剧 看卡通片都能掉眼泪 对 卡通片她就很简单 就哭了 跟你那个芝麻糊眼 看着不一样 我其实是很难哭 但是我有觉得 长久不哭之后啊 心里板结了 好像会有那种感觉 所以说 故意就一定要 要哭 要哭 哭真的好 所以我呢 现在就跳跳 我说这个 我看那个外电报道啊 美国有个州 一个小镇 一个任睿 一百多岁 媒体问他 养生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他老先生年纪大 说不咱教女儿讲 他女儿85岁 媒体问他女儿说 你爸爸养生长寿秘诀是什么 他女儿说 我爸哪有什么秘诀 我爸就是爱哭 他很会处理 他哭泣的情绪 是吗 流眼泪运动 从这个观念开始 从这则新闻开始的 你你这个哭的周期 怎么算 我没有周期 我随时想要看到一个 感性的一个场面 我想掉眼泪 我就掉眼泪 没有周期 那么这时候 我们马上跳过来 闻到你上次掉眼泪 什么时候 去年还前年 你跟我再想起来 我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呢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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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就在于 我不是很懂你们的状态 就是你们那种 我不是压抑 你知道吧 我是没有哭的感觉 没有哭的事 没有值得哭的事 你们为什么会哭呢 我好不懂 你让我感觉到你的心 早已经哭搞那将事 是不是 就是心如死 你们现在可别哭 也因为没哭 这样闻到有点危险 他恐怕要走向抑郁症了 因为他某种情绪来讲 你是哀莫大于心思 很多事情让你觉得 一个万念俱灰 你觉得提不起任何事 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 这是抑郁症的潜兆 潜兆 但我常笑啊 那也 那常笑也不错 问题是你笑什么事 如果像他 那个疯狂时尊那样笑也不对 那是变态 我 我是一早起床 现在一早起床就开始笑 没刷牙没剃脸 你就按笑是吗 对啊 我不行 因为我们有种修行的方法 是这样 早上起来 先微笑 就表示 哎呀 就是又是一天 很好的一天了 我很快乐 我觉得 我也没有 那也可以 因为那个英国人鼓张一天 主张一天三大笑 对对对 有笑的运动 笑当然是好了 对对对 笑一笑 十年少 但是问题在于 他我就 我同意他说的 不是什么男儿有泪 不清 对对对 有的时候 我谈的是男儿有泪 要重谈 那刚才 要重谈 重谈 其实我心里很多演员 很会哭 像黄家谦 这次跟我们合作 沙姆雷特 他第一次跟我参加舞台 话就演出 我说这个戏 我不是情理耍宝 我要你来演悲剧 其实这个悲悲得喜 这个戏 有很难玩的一个东西 情境 角色要真实 观众才会相信他的一个情境 铺成的堆积的笑点 我说要你哭 我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 沙姆雷特要连演三十场 你在这个段落呢 要哭三十三十次 你可以哭几次 我问题问这 结果他说哭两次 那我说你就不要来演了 这不是专业演 我们谈的是方法演技 由内而外 或者由外而内 对不对 我说你给我时间 我教你 我教你 我让你这台戏 连演三十场 我让你哭四十场 怎么说呢 因为我连整排 连排你都能哭得出来 彩排你也能哭得出来 就是外加的 怎么教 方法演技 方法演技 我们这个叫情绪积极训练 对 我说情绪积极训练 就是说在一个空间 那么我放了两张椅子 我先让他叙述 他最重的一个情感 他思念起 他已经过世二十年的外婆 他叙述这个过程里面 接下来 我们这个标题 是心理剧场上谈的 空椅子的自我审判 首先 我说叙述完成以后 他坐在这张椅子 面对一个 他对面的空椅子 我说 我要你想象 这个是你外婆 在天堂 你们见到面 你跟他忏悔 跟他赎罪 跟他说 你最近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过得非常好 然后他一边叙述 虚拟中的天堂的外婆 一边在把那个情感事件 全部粒粒的表达出来 他哭到不行 他一开始 已经叙述说 已经哭到不行了 这是一个心理剧场 那种训练 所以他第一阶段 他对那空椅子 跟刚刚外婆说话 哭到不行 我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我说 你现在坐过来 你成为你外婆 你安抚 刚才说话的黄嘉谦 那么你再把 刚刚视讯 你都知道 你就安抚他 他再去 是外婆的位置 因为我们讲 知子莫若父 或知父莫若母 他了解他外婆 他扮演他外婆 就用外婆的姿态 去跟他说话 这时候他压抑自己 他就去安慰 刚才哭泣的 那个小女孩 黄嘉谦 你比如说 有时候想起父母之情 我觉得 越假设 我是我父亲 感受他所感受的一切 我就又会哭了 我就觉得真是 所以这个练习呢 后来他懂了以后 他就要找到 那个 那个所谓的情绪的运用 后来 后来他在每一场 那个点 那个点到时候 他就掉一泪了 对 这是我们专业 你这辈子不是有好多 你对不起的人吗 做饿做饿 你要做得给你 多想想他们 您不就哭了吗 对对对 李老师这不是导演了 心理医生了 对还好 你说抑郁症啊 我还真是看这个沙姆雷特 他打出这个 就是沙士比亚 写的哈姆雷特的台词啊 对对对 我就觉得 这也是说我呢 其实是挺普遍的一种 对 就是犹豫不决 你知道文道知道 我是个犹豫不决的人 对对 哈姆雷特就是说 to be or not to be 其实原来咱们就是说 是生与死 但是我顾名思义 我瞎解啊 是 他是指的 是不是 他是指的生活中 所有的 是还是不是 是这样 还是不是这样 所有的两难之间 就是说哈姆雷特这个人 哎呀 我有时候就是这样 恨不能撞墙啊 觉得自己怎么这样 连一个这么小的事情 连买这双鞋 还是该买这双鞋 就站在当地做不出一个决定了 是 to be or not to be 是吧 to be 其实就to be 要那 无法做出一个决定 为什么这么犹豫 所以为什么大家说 莎士比亚那么伟大 对 就是说 为什么叫四大悲剧 是 莎姆雷特 就是 不是莎姆雷特 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 他叫哈姆雷特 对 这是因为 他写出了很多人 那个人的普遍的一个 普及性的一个人性面 普遍的一个状况 一个一个一个 但是我觉得很好玩 就是因为传统戏剧理论告诉我们 比如说通常用四大悲剧 或希腊悲剧来来当一个典范 就是说他起到一个人的灵魂的进化作用 就是亚里斯多德讲嘛 一个悲剧 比如说你流眼泪 也是在洗地你的灵魂 但是你把它变成一个喜剧 你觉得这个笑 是不是其实也是一种流眼泪的一种状态呢 基本上是一种情绪宣泄 我觉得现代人这个要有出口 就说你工作压力 抑郁真的造成了 它是因为工作压力 还有社会结构改变 家庭结构改变 这也包含他人生越来越有一些大的一个 起落差太大的变化 造成他的抑郁 当然抑郁当中呢 其实你需要个场域去宣泄你的情绪 这个情绪就是你 闻到你爱笑 这是用的宣泄 你看一个戏哭 这个感性演绎出来 也是用宣泄 所以你看屏蓬沙姆雷特 它其实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喜剧 它看着还让人可以深思 还沉淀一下 照您感觉这个哈姆雷特要放今天 是不是典型的抑郁症的症状呢 他肯定是的 肯定是 因为他太犹豫了 我们刚刚说他那时候没鞋子买 你现在买鞋子太犹豫了 他说买鞋子他跟你一个个性 不能决定 后来我想为什么总犹豫呢 大概是因为目的不明确 不明明确 就是你那个终极 你人为什么活着想到最后 是吧 你这个选择眼前占便宜 但是人生到底是占便宜好 还是吃亏好 所以你要想太多了 你做不出决定了 对 太多的挣扎了 因为它是一个变成一个流行文明病 那么这时候我要谈 我们最好尽可能的接近艺术 艺术可以洗涤人心 因为就是说你看画 看一个画展 看一个图片展都可以 他说我刚才参与投入投射 你看到一个东西 一个勾到眼就把它打开来 那一个一个抑郁症的人呢 他其实面对生活都是灰色的 他任何事情都负面思考 那这个时候 当他已经有这样的症状的时候 他太 我要说这样的人太自私 因为他太内观 向内观察自己 所以他所有事情都是 所有人都要伤害我 我自己活着没有什么意义 都开始自责 解决抑郁症的方法是往外走的 哎呦 这是罗素写过的 大学学家罗素讲的 对 他往外走 臀 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 托优独播剧场——YK 感谢观看